跟各位分享与独一的神立约 与独一的神立约 周报第二页 与独一的神立约 我接触基督信仰是在我十一二岁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在台北市的一个小教会里面 我刚才还碰到我们这里刚才有一个弟兄 我们两个认识的时候 就是十多岁 可能十三四岁 他刚才还在我们这边聚会 出去的时候他还跟我讲了几句话 他就走了 我对那个教会印象最深刻的 是每一个主日 那个教会都要把十诫读一遍 而且他把十诫印在周报上 所以每个礼拜我们就读一遍 读一遍读一遍 由于是每周都读 不到一年我就把十诫全部背起来了 以后就不用看 可以把十诫全部背清楚 那个时候我对于神不是认识的很深刻 因为那个时候才小学毕业 毕业了 要毕业 然后到国中一二年级 我不知道基督教的信仰的核心是什么 我只觉得基督教教我做好人 并且 耶稣基督愿意成为我心里的依靠 而我对于基督教的看法 也符合当时一般人 甚至现在一般人对宗教的观念 那就是宗教都是 劝人为善 然后呢 敬人为恶的 所以我当时认为 十诫的内容就是要我做好人 随着年岁的增加 以及我对基督信仰的认识 我很晚才知道 原来十诫不是伦理道德用的 它是以色列的神和以色列人立约的内容 什么叫立约的内容呢 就是我跟你之间就这件事情 我们约定的那个内容 所以它是个立约的内容 就好像说 如果我跟你租房子 那么上面有说 这个出租人是某某某 这个成租人是某某某 地址是什么 使用有多大 然后租金有多少 时间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 那并且说呢 哪一个地方坏了 应该由谁来负责 对不对 还有成租人可不可以把房子 分租给别人 那这些都是做二房东 那这些都是契约的内容 那么 我后来才知道 原来十诫是 神和以色列人立约的内容 而不只是出于伦理道德的概念 因为这个缘故 当我们今天在这里读了经文的时候 我们就要来看 到底神和以色列人在西乃山 到底是怎么立约的 请我们打开圣经 出埃及记第十九章 我们今天看的经文是 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一节到二十章 第二十一节 这段的经文 如果你翻开来之后 九十一页 旧约九十一页 你就会看到它前面有一些叙述 到了二十章一节到十七节的时候 这里有十节的内容 然后十八节到二十一节又写到十节公布了以后 那么这些百姓的反应 出埃及记十九章一节到二十章的十八 二十一节是在讲神和以色列人立约 那分两部分 一个是约的内容 就是二十章一到十七节 一个是立约的过程 就是从十九章一节到十二十章的二十一节 那今天我不讲十节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把十节讲进去就太多了 更何况 桑志佑长老在我们当中 十节会一节一节的讲 对不对 所以我们会很仔细地读过十节 当然下次我会把十节一次讲完 十节的内容 那这样你们又可以见树 又可以见灵 一次就把十节讲完 那它会慢慢地讲 所以大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学习 而我今天要把重点放在 立约的过程 所发生的事 以及在立约的过程当中 我们发现上帝跟人是如何立约的 请我们来读十九章第一节第二节 第一节第二节 我们一起来念 十九章第一节第二节 预备 请 以色列人 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 立飞定来到西乃的旷野 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 好 以色列人在神大能的介入之下 离开了埃及 渡过了红海 在旷野走了三个月 终于来到西乃山 那西乃山在哪里呢 西乃山就是现在西奈半岛的南方 有一座山 现在我们基督徒或者天主教徒 称它为西乃山 当然那个山有它自己的名字 而这个所谓的西乃山 山下有一个很大的平原 根据大部分圣经考古学家的看法 以色列人应该就是安营在这块平原上面 然后这座山就是神和他们立约的山 如同我刚才所说的 很多人可能跟我一样 认为十届是上帝要求以色列人 应该有的伦理道德规范 说你们要做我的子民 你就要这样 你如果不这样 你就不能做我的子民 所以我就很努力的 我年轻的时候 要维持做上帝儿女的样子 我就要守十届 这是我当时的状况 是不是因为上帝跟他们说 我把你们从埃及救出来 你得好好做人 我才可以跟你在一起 事实上如果我们重出埃及记地 十九章二十章的记载 我们就发觉不是这样 原来十届并不是犹太教 或广义基督教的最高伦理 道德规范 不是 十届是上帝第一次和以色列人 全体所立的约 也就是这一个文件 或者我们称为十届 是神和以色列人立约的内容 从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一节 到二十章二十一节 到底显示出 神和以色列人怎么立约呢 第一请我们来读 第三节到第八节 我读一节 请你读一节 我读第三节 你读第四节 我们读到第八节 第三 摩西到神那里 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 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 小玉以色列人说 如今你们若是在听从我的话 遵守我的约 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 因为全地都是我的 摩西去召了民间的长老来 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 都在他们面前成名 如果我们很快的 像刚才这样 把这段经文读过去 我们可能没有什么感觉 而且我们觉得还不错 我们也知道这件事情 但如果我们仔细的把前后文看清楚 有些模糊不清楚的字 我们澄清了以后 我们一定很惊讶 就是到底神要做什么 到底耶和华从在这里要做什么 他是要摩西去问以色列人 是否愿意成为神的子民 说你们愿不愿意成为我的子民 这个是什么问题 这是什么令人不解的问题 这是神向以色列人所发出的邀约 就问说你愿不愿意做我的子民 我们写下第一个 一 全能的神 尽向缺乏的人 施恩邀约 施恩邀约 全能的神 尽向缺乏的人 施恩邀约 施恩我们会写 对不对 就是施给恩典 邀约的邀 不是邀请的邀 是要不要的要 邀约 或者我们称为邀约 就是说全能的神 竟然向这些以色列人说 我要施恩给你 你要不要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是什么意思 我要给你恩典 你要不要 什么叫邀约呢 邀约其实是一个法律用语 我们可以翻成大概这样的话 叫做offer 如果你 稍微懂一点英文 你就知道这个offer 就大概是这个意思 换句话说 神透过摩西去问 以色列人说 你要不要跟我立约 我是愿意给你立约的 你愿不愿意跟我立约 你要知道 这是表示一个人提供 给另外一个人的机会 说我愿意这样 你愿不愿意这样 过去这几个月 我们跟李珍 最多的联系就是 他快要从学校毕业了 他要找一个工作 他毕业之后 他会先留在美国几年 然后他要回台湾来工作 但是他说 我还很年轻 我想多打拼 在一个比较困难的环境 我想找个工作 然后多操练自己 以后他就想在美国找工作 非常地辛苦 特别是川普上来以后 对于外国人 在美国找工作 他是有更严厉 更严格的方式 他是什么呢 是当你拿到offer 当你拿到人家 愿意聘请你 然后你也说 我愿意apply 然后完了之后 签了以后 开始抽签 你签了以后 才可以去抽签 那抽签的比例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抽到了 你就可以留在美国 你没有抽到 你就要离开美国 三分之一 也就是每三个人 去抽一个人 那也就是说 美国比如说 假设我现在只是 简单算 从一月到三月底 一共放出去 六万个工作机会 给外国人 然后呢 有六万个人 都拿到工作机会了 然后这六万个人 开始签签 三分之一 也就是两万人 可以签到 那还有四万人呢 你没有抽到 就表示 你跟这个公司 有合约 你也不能留在美国 那我问你 那如果你是 企业的老板 我问你 你愿意给 外国人offer吗 你要知道 给一个外国人offer 是很麻烦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你要了解他 你要interview很多次 然后你要做出决定 说他是不是 我们需要的 然后全部弄好之后 你给他offer offer以后呢 他还跟你谈薪水是多少 全部谈完之后呢 然后确定了 说你愿意聘他 他愿意被你聘 然后签完了之后呢 去抽 每三个会有一个被抽中 也就是说他们的机会 他们的那个成本 是要花三倍嘛 也就是说你 你这个公司聘了三个人 基本上只有一个人会进来 另外两个人就不会进来 我问你 这样美国的公司 还有奔到这个地步的吗 那这个是美国的政策 不管对不对 完全没有问题啦 因为人家是美国嘛 他要这样做 你要怎么办呢 又没有人叫你 一定要在美国工作 是你要在美国工作的 那你抽三分之一嘛 但是你就知道 offer是很困难的事情 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李正就说 他想在美国留一段时间 就很辛苦的 每天压力都很大 后来终于有个公司给他offer 他高兴到不行 就公司说 你愿不愿意留在这边 他高兴到不行跟我们讲 哎呀我们就是感谢主啊 他就说爸爸不要急 因为还没有呢 他只是给我offer 然后我还要去跟他apply apply完了之后呢 还要东通弄完了之后 还要怎么样 但是我告诉你 你先不要往后面那一段 offer本来就是一个 很特别的事情 邀约 神透过摩西去问以色列人说 你们要不要跟我立约 立什么约 我做你们的神 你们做我的子民 弟兄姐妹 神向以色列人 发出这样的问句以前 他已经让以色列人看见 他是如何的对待他们 把他们从埃及人当中救出来 也让以色列人看见 他是怎么样的爱他们 好像老鹰将褚鹰背在 翅膀上来归给自己 换句话说 神是已经对以色列人 很好了以后 那他说说 那你愿意做我的子民吗 我不知道耶和华神 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以色列人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以色列人是有多好 以色列人是有多好 他们有好到这个地步 神说我不能失去你 我非得你做我的子民不可 我为你做了这么多 然后请你接纳我 你觉得有这种事吗 我们实在不明白这件事情 其实以色列人 根本配不上神这样对他 之前他们在埃及人的手下 生命是不自由的 生活是困苦的 即便是现在到了旷野 如果不是神给他们吃 他们也没玛纳吃 神还要每天准时地 从天上掉玛纳下来给他们 神又不是给他们水喝 他们也没有水喝 他们连生活基本的需要 都是缺乏的 不仅如此 在人生进阶的需要上面 他们也是不足的 因为他们不知道往哪里去 他们没有方向 他们没有目标 如果不是神用云柱火柱 他们是没路可走的 但是在这个时候 神竟然要摩西去问他们说 你愿意归属于我吗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是我们的信仰里面 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 就是神尊重我们 他要把一切的好处给我们 还问我们说 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 我告诉各位 亚当的年代是如此 摩西的时代是如此 耶稣的时代是如此 到今天 神仍然这样对待我们 这是我对你好 你要不要 我自己 常常 需要证婚 我从婚姻里面 以及从圣经提到的 夫妻的生活 以及我长期做这件事情 我就突然理解 一件事情就是 就是 这世界是不公平的 这世界是不公平的 我觉得这世界 最不公平的一件事情 就是耶稣在没有得到 我们的表态以前 就先为我们 钉在十字架上 等他钉完了 他流血 他死了埋葬复活升天以后 他先为我们的罪付上 代价以后 之后再来问我们说 你愿不愿意接受我 做你们的救主 你觉得公平吗 你知道 当你offer给别人 最后别人打零脸的时候 是很丢脸的嘛 你做完了 问别人要不要 别人说我不要 我相信有很多这种状况 有很多这种状况 Sony在这里 松林 我们现在 我们的同工在这里 如果他跟我说 李哥 听说你在找房子 我说对 我要租一个房子 他说我这里有个房子 租给你 我说好 然后我就跑去看了 看了以后 我就知道我租不起 为什么 因为你在台北 要租的你满意的房子 你通常是租不起的啦 你还不要说满了 就租就很难了嘛 那如果我有的钱 要租的房子 我可能不满意 我满意的房子 我可能租不起 可是Sony就来跟我说 说李哥 我有个房子租给你 你看看怎么样 小弟兄真好乖 我就跑去看看 还不错 还不错 可是还不错 就意味着这个价钱怎么样 可能有点高 我就跟Sony说 Sony多少钱 他就跟我说李哥 月租新台币 一万块钱 我就心里想 怎么可能呢 你这个没有六万 也要五万吧 我就跟他说多少钱 一万 什么币值 新台币 真的还假的 你要小心啊 因为有些人是 USD 你知道吗 不是NTD 你要搞清楚啊 你不要一下子给人家签 这个很麻烦 后来我就 我就真的还假的 他真的 我想想 不太可能 我虽然对他还不错 也不至于好到这个地步 对吗 他怎么有可能对我这么好呢 以后我就跟他说 我想想看 他说李哥不要拜托啦 我租给你 我说我不要 他越讲我越害怕 你听得懂吗 真的还假的 那我就说我不要 他就说李哥租给你 不要不要 我就走了 万一 是真的呢 但万一 是假的 我还好没有上当 亲爱的弟兄姐妹 其实人跟人之间 这个立约的时候 都有很多很多要想的 可是当 少女这么好意的愿意给我 然后我 把他回绝了以后 他就觉得很没面子 我对你这么好 你狗咬吕洞宾 不是好人心 怎么就不要了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因此我每次在传福音的时候 我每次跟他说 耶稣基督为你 钉在十字架上 耶稣基督已经为你 钉在十字架上 他愿意赦免你的罪 你愿意接受他吗 大概十个里面 他通常到有一半以上都说 我不要 或者我想想 或者是真的还假的 很少人说真的吗 那我愿意 我就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们好到这个地步 上帝要这样 鼓奖我们 求着我们 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就是 上帝对以色列人的做法 以及耶稣基督 对我们的做法 第一 全能的神 竟然向缺乏的人 施恩要约 第二 我们来读第二段 在九节到十五节 我读一节你读一节 九节到十五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 我在密云中临到你那里 叫百姓在我与你说话的时候 可以听见 也可以永远信你了 于是摩西讲百姓的话 奏告耶和华 到第三天预备好了 因为第三天 耶和华要在众百姓 眼前降临在西乃山上 十三节 不可用手摸他 必用石头打死 或用箭射透 无论是人是牲畜 都不得活 到脚身脱长的时候 他们才可到三根来 一起念 他对百姓说 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 不可亲近女人 在神和以色列人 立约的过程当中 第一是神跟他说 你愿不愿意做我的子民 第二 就是有罪的人 应该向至圣的神 自劫预备 自劫就自己 洁净自己 预备你的心 有罪的人 应该向至圣的神 自劫预备 感谢主的恩典 当耶和华全能的神像 有缺乏的以色列人 发出邀约以后 第八节百姓的回应 是这样的 以色列百姓同声回答说 凡耶和华所说的 我们都要遵行 就表示说 OK 我愿意 我愿意 因为他既然说要我 那我就愿意这样 显示这些以色列人 并非不分好歹 不懂感恩的 其实他们也懂 他们知道自己 是有缺乏的 而耶和华神 是爱他们的神 因此他们表示 愿意遵行耶和华所说的 还愿意做耶和华的子民 归神做祭司的国度 做圣洁的国民 而当摩西把这个结果 回复耶和华之后 耶和华开始对这群百姓说 好 既然这样 那么我们就真正的来立约了 那请注意听 立约这一件事情 除非有法律上的规定 那么都是不用书面的 人跟人就是这样 我们说了就算了 除非法律有规定说 非用书面立约不可 否则这个约无效 这样知道吗 比如土地的移转 是一定要登记在土地的 所有权账上面 护证事务所登记 土地的移转的登记 并且把所有权移转才可以 所以但是如果说 如果是两个人讲话的话呢 那是没有这个约定的 也就是大部分的事情是我们讲好了 就成就了 除非说这是要用法律的规定 要用书面的约定 当然还有举证的问题 那另外一回事情 一般来说我跟你讲好的话就是这样 所以神跟以色列人立约 不必用书面 讲好就可以了 只不过神说那这样 最后啦 那我们要把它写下来嘛 那请我们开始来谈的时候呢 神跟他们说 我们等于我们要谈了 请你们预备三天 然后我们谈 那神说你们预备什么呢 你们要自节 你们要自节 换句话说 神愿意做他们的神 他们也愿意做神的子民的时候 神就跟他们讲 但是因为我是圣洁的神 所以你们看到我 你们会害怕 所以你们预备好 免得我杀了你们 并不是神很强硬 不是 神是怕他的圣洁 跟人的有罪 不能放在一起 所以告诉他们 你们要预备好 其实这个和我们人类 所看见的状况大不相同 在人类社会当中 立约的模式是强凌落 重爆寡 对吗 你不要很天真的以为 大家都是公平的 当我们说我们要公平的时候 就表示这里 没有公平 没有公平 所以我们要公平 这世界都是公平的 我告诉你没有 没有 没有 无论是国家对国家 公司对公司 甚至是个人对个人 立约的一方如果是强大的 总会像弱小的一方提出 不平等条约 让对方不能不接受 那不然我们不要签合约 那你不要来找我 如果你要找我就照我的条件 我告诉你国家对国家 就是这样 如果你要参加奥运 就不可以升某某旗 只能升某某旗 听得懂吗 我的飞机要卖给你 就是这个价格 你要不要买 不买没关系 就这个价格 而且后面维修 全部由我来维修 零件全部由我来提供 你必须用本厂出的 不能用其他厂出的 这叫做不平等 那不管你知道这件事情有多少 我告诉各位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老板要一个很厉害的人 这个人厉害到一个地步的时候 你就要出非常多的薪水 才挖得过来 倒过来 如果老板不一定要你这个人 你说给我个工作吧 老板说我不要 给我个工作吧 不要 22K好不好 好 就进去了 就是这个样子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你跟一个同一个公司 订约的时候 那个公司可以给你22K 也可以给你220K 就看你是怎么样的人 这就是人跟人之间的事情 可是撒尼跟我们不是这样 我们这样子 我们这边看到耶和华 跟以色列人立约过程 不是这样的 神是无条件地 愿意和以色列人立约 祂说我这样对待你 你愿不愿意做我的子民 百姓说我们愿意 以后要签约的时候 神就通知他们说 你要小心 你跟我立约的时候 因为我是圣洁的神 所以你要好好预备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是因为神是至圣的神 因此他希望以色列人预备好 准确来说 以色列百姓 这个时候已经是神的子民了 神并没有说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圣洁 你不能做我的子民 神不是这样说的 神的意思反而是说 因为你是我的子民 所以请注意 你必须要圣洁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状况 今天我们成为基督徒 神的儿女的模式 也是这样 我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 很多人都会告诉我 说我现在还不能信 因为我不配 我现在还没有预备好 我还有许多 要改变的地方 要调整的地方 我现在还是一个坏人 我连自己都还看不起我自己 神怎么会要我呢 等将来有一天我变好了 我配做基督徒了 我就来相信耶稣 我常常听到人家这样讲 我也觉得这个人也很有guts 对不对 好汉做事 好汉当 我配得上就配得上 配不上就配不上 我告诉你 一辈子配不上 现在配不上 未来配不上 死前配不上 不要说成为神的儿女 是这样 成为神儿女之后 儿女之后 我们又还讲了事情 说我现在行为好到一个地步 可以配做神的儿女了 还是不配 现在配不上 以后配不上 死前配不上 因此实戒和登山宝训 就不是成为神子民的条件 它是成为神子民之后 应该有的表现 听到懂这个两个差别吗 实戒和登山宝训 都不是符合了以后 可以做神的子民 实戒和登山宝训 都是当你成为神的子民之后 就渐渐要 会 能 活出来这些 样子 因为这个缘故 不是以色列人遵守了实戒 才可以成为神的儿女 而是当以色列人 成为神的儿女之后 他们就会活出实戒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是一个我们非常需要知道的事情 否则你说登山宝训 我们怎么办呢 登山宝训比实戒还麻烦啊 说虚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那如果按我们的讲法 就是不虚心的人没福了 因为天国不是他的 其实他的意思不是这样 他的意思是 当我们成为神儿女以后 我们就会觉得灵里面贫穷 因为当你遇见一个 质大的神 你到他面前的时候 你就会发觉你是个贫穷的 所以你越亲近神 你就越觉得自己是贫穷的 1992年我到以色列去 我们当时有几个弟兄 栗子初长老 林郑运长老 我还有另外一个弟兄 我们四个人去 那个时候 我跟栗子初长老 刚刚做长老 我们就去以色列 我们先到了埃及 有一天就说要去看埃及的金字塔 我们住的那个旅馆 就可以看到金字塔 然后我们就看着金字塔 我就心里想说 金字塔这么小 我以为金字塔很大 后来我们就下去 说要去看金字塔 我们就下去 你知道车子开了 两个小时才开到那里 你听得懂吗 开得快要到了 我就吓坏了 你知道吗 金字塔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大到你走到他旁边的时候 那个金字塔是用石块堆起来的 那每一个石块的那个 还有长宽高对不对 长不用讲了啦 宽不用讲了啦 就是高到这里 它是一块块这么大的石头 最短的部分 所以你就是还没办法跳上去 因为它把它架好之后呢 就把它糊上 类似水泥这样的东西嘛 但是风化的结果就是 石头都漏出来嘛 你越靠近才知道它大 所以今天我们小看的上帝也很正常 那年以色列人终于听到上帝的声音了 上帝降临在西乃山的时候 山震动 冒烟 有雷轰的声音 有闪电的声音 有密云的样子 脚声很大 他们都害怕 因为这个缘故 第三 软弱的人 就是指这些以色列人 最后是透过利约中保 摩西与自主的神利约 所以第三 请你写利约中保 利约中保 软弱的人是透过利约中保 与自主的神利约 后来这些百姓 就不敢面对神 其实神也不敢让他们来面对他 因为一面对他 他们就死了 所以神就说你们不用上来 叫摩西一个人上来 免得你们死 当他们字节预备的时候 摩西就说 神就说这样把签约 就让摩西一个人上来 这一段的历史 其实要透过耶稣基督 在新约所表现出来的那件事 我们才能够全然明白 在这里记载了 软弱的人是透过利约中保 与自主的神利约的 他的意思是 虽然神已经向以色列人 发出邀约 而以色列人也已经回应了 神愿意成为神的子女 但软弱的人 其实也没有办法跟自主的神利约 他们必须透过利约中保 才能够跟神利约 在当时就是指的摩西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不要忘记这是以色列人 第一次集体见到神 当然还是没有见到 他们最靠近神 这是第一次 因为在创世纪的时代 这些所谓的以色列人 他们是透过他们祖先 所留下来的话 知道有神 而他们在出埃及的过程当中 是透过摩西所说和所做的 他们稍微知道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 可是等到他们到西乃山下的时候 神说跟他们立约的时候 他吓坏了 他说我们不立约 我们不敢去 我们看到他会死 神也说你们不要过来 免得你们死 以后就让摩西上去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不是摩西 以色列人没有办法跟神立约 如果不是耶稣基督 我们今天没办法回到神的面前 因为这一个缘故 其实我们都是透过这些立约中保 才能做的 我们通常会说 旧约是律法的时代 新约是恩典的时代 我们都平常都这样 一句话带过去 可是这句话的意思 正确的解释是 旧约是透过摩西所领受的律法 作为人和神之间的连结 而新约是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 而成为神和人之间的连结 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 以色列人遵守的律法 他们才能够成为神的子民 没有 他们没办法遵守律法的 所以律法里面 还有一大堆是献祭的 为什么 就是因为做不到 所以要献祭 献完祭又去做 又做不到又献祭 当然感谢主的恩典 到了耶稣基督来的时候 他一次永远 成就了救赎 所以我们不需要再献祭 因为耶稣基督 已经为我们 钉在十字架上面 所以我们尽量活出 神要我们活出来的样子 如果没有活出来 感谢主 因为神的救恩 领导到我们 透过耶稣基督 所以神是透过耶稣基督看我们 我们是透过耶稣基督 回到神面前 神是透过摩西 把十戒给他们 他们是透过摩西 从神领受十戒 我上个礼拜在印尼 那我到印尼去培训 七个牧师 有五个是主人牧师 两个是牧师 那我跟他们在一起 住了五天 那他们都是 很大教会的牧师 他们七个牧师 加起来 他们牧养的教会 有好几万人 他们有 他们的本堂 还有步道所 然后他们还有学校 他们还有小学 中学 有一个学校 有一个教会 在申请办大学 一个教会申请办大学 很大很大 那天我们到最后一天 礼拜四晚上 是最后的晚餐 我们吃完了 我们第二天早上 就要走了 那后来 吃晚餐的时候 我们就说 可不可以吃一个榴莲 后来他们就说 李大老队友 你喜欢吃榴莲 我说我们可不可以去吃 因为台湾 这里的榴莲 都是从泰国进口 比较不好吃 那印尼的 马来西亚比较好吃 他们当中 也喜欢吃榴莲 因为对他们来 都是很平常的食物 很平常的水果 就知道我们一起去吃 我们就两辆车 十几个人 因为一辆车 都是七个人的 十几个人去 就开在雅加达的 一条路上面 后来我们才知道 那一条路 全部都是卖榴莲的 哎呀 真舒服啊 窗户要摇下来 就可以闻到 那个榴莲的味道 那里面有从棉兰来的 有从万龙来的 有从婆罗洲来的 牧师我们一起去吃 那本地的牧师 带我们去 到那边 车停好之后呢 我们就看到 一排都是在卖榴莲 我就要停好 蛮好 要在这家吃 他说没有 李大老 我们要到对面那家吃 我说为什么呢 他说那家可能比较好 因为我们比较了解 我们就要过去 问题是这样子 他那条马路 不知道哪里才有红绿灯 所以我们必须跨过马路 可是两边的车子很多啊 很快 开来开去的 那我们就怎么过马路呢 他说没关系 跟着我 那我们就跟着他 你知道吗 跟着他呢 那我们十几个跟着他嘛 然后他就说 我走就走啊 结果他走的时候 他走的时候就把手举起来 就这样子 这样子 然后车子都停下来 你知道他为什么弄这边吗 不是这边吗 因为他们是靠左边的 你如果看这边的话 你就会撞死了 因为车子从这边过来 就这样子 这样子 然后到那边的时候就这样子 这样子 然后就 就过了 过了 我们他紧张的要死啊 因为他就 你要知道 在这种地方 你要本地人才知道 什么车会停 什么车不会停啊 他开过来的速度很快 可是他就知道 什么车会停 什么车不会停 我们是没办法的 后来一过去 我们就在那边 吃完了之后 他就说 好了 现在要回去了 回去的时候 我再提醒一下 姐妹们把皮包包 背在前面 而且要抱起来 他说刚才忘了告诉你们 因为在过马路的时候 容易被别人抢掉皮包 早知道就不来吃了 需要冒这个危险吗 后来他们就抱着 然后我们又通通 又通通挤在一起 然后那个本地的牧师 就这样子 这样子 停 一直说 我们也赶快手举起来 赶快 我们就是这样子 因着耶稣基督 得到救恩的 那天我过去的时候 我就跟他说 还好跟着你 不然连马路都过不了 弟兄姐妹 还好跟着耶稣 不然上帝面前 是去不了的 因着摩西 百姓就跟神立了约 因着耶稣基督 我们就跟神立了约 神世世代代 做我们的居所 祂要看顾我们 最后写下来 无知的人应存 敬畏的心 与全知的神相处 敬畏的心 敬畏的心 好了 我们终于得救了 好了 以色列人终于和上帝立约了 有了 十戒 是作为他们之间的那一个合约 来我们看 后来 他们拿到摩西十戒之后呢 后来怎么说的呢 二十章十八节到二十一节 念完就结束了 这样我来念我来念 你们看着 众百姓见雷轰闪电 脚身 山上冒烟 就都发战 远远站立 对摩西说 求你和我们说话 我们必听 不要神和我们说话 恐怕我们死亡 注意二十节是 key verse 很重要啊 摩西对百姓说 不要惧怕 把惧怕两个字圈起来 如果是教会的圣经 你不要乱话 摩西对百姓说 不要惧怕 因为神降临 是要试验你们 叫你们时常敬畏他 不致犯罪 敬畏这两个字圈起来 他说 不要惧怕 因为神降临 是要试验你们 叫你们时常敬畏他 我告诉各位 中文翻成 不要惧怕 叫你们时常敬畏他 这个不要惧怕的这个字 的希伯来文 跟叫你们时常敬畏他的 这个希伯来文 同一个字 如果我们把它翻成同一个字 就叫做 摩西对百姓说 不要惧怕 因为神降临你们 是要试验你们 叫你们时常惧怕 不致犯罪 或者我们倒过来翻 摩西对百姓说 不要敬畏 因为神降临 是要试验你们 叫你们时常敬畏他 它是同一个字 可见弟兄姐妹 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 我们就会惧怕 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 我们就会敬畏 当我们没有经历神的时候 我们就会惧怕 当我们经历神的时候 我们就会敬畏 我帮帮这一个礼拜 我们更多的认识他 叫我们不自害怕 而能够敬畏 我们这个礼拜 更多的认识他 更多的信靠他 更多的经验他 叫我们不知 害怕 我们可以敬畏他 我们求神帮助我们 我请敬拜团到上面来 他们等一下要带我们 继续唱这首诗歌 在我们散会以后 我要请各位先站起来 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 作为结束 然后我们要唱 最后一首的诗歌 天父我们向你 现场满心的感谢 因为你带领你的教会 不像我们所知道的 因为你有你的时间 你有你的方法 主啊我们也知道 我们每一个人蒙恩 是你给我们的恩典 我们求你自己来帮助我们 来带领我们 我们恭敬地仰望你 因为这是你的教会 我们也把我们每一个人 交在你的手中 当我们打开圣经 我们发现实界我们做不到 登山宝训我们也做不到的时候 我们很挫折 我们很害怕 我们无路可走 但是谢谢主 因为摩西这位律法的宗宝 耶稣基督这位救赎的宗宝 把我们带到你的面前 让我们可以看到你在我们身上 所做何等奇妙的作为 我们愿意在我们有生之年 不用惧怕来面对你 用敬畏来面对你 弟兄姐妹带来的奉献 求你悦纳 刚才的敬拜感恩都归给你 求你来帮助我们 现在我们要分散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与交通 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 从今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